台厨夺世界甜点王 用香蕉和凤梨击败对手 电影《西洋古董洋果子店》中 有个天才蛋糕师傅 台湾优秀的蛋糕师傅 更是人才辈出 近面包师傅吴宝川 拿下世界面包冠军 85度C 台湾总公司研发部总主厨 陈立哲 昨天在世界厨师协会首度举办的 全球甜点厨师大赛中夺冠 拿到全球甜点王宝座 对台争光 陈立哲昨天接受岳阳电访时说 这次竞赛主题为沟通运输货水 他选择以水为设计概念 主角是以巧克力制成 激临绝种的大赤金 不过当他要将大赤金架上堂柱时 很担心堂柱无法支持而倒下 还好结果非常完美 让评审惊艳 另外两款甜点是加入台湾的凤梨和香蕉 表现出台湾独特的热带风味 陈立哲在85度C工作两年多来 也研发出市售的甜蜜花语 暗黑森林等蛋糕 85度C也考虑要将他这是得奖的作品 做成缩小版贩售等新闻 给我的一面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金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金架